對於多人的家庭來說 最煩的可能都是要經常去買菜 但對於獨居或雙路長者來說 要預計多少份量的菜菜 可能是一個挑戰 所以有機構每星期都舉辦一個市集 讓大家可以選擇合適自己的新鮮食材 究竟他們賣甚麼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很醜嗎? 多謝上來,這裡還可以嗎? 我買的,我可以買的 這是醜醬 我買的,我可以買的 舉辦有型市集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甚麼呢? 其實裸有機普遍在街市 現在是多買多便宜的原則 裸有機可能往往買多於他們所需要 有型市集就是針對他們 買得多,吃不完,擺到爛 又不想浪費這個問題 我們希望提供一個平台 讓他們得到新鮮,有營養和適量的份量 希望讓他們買得少,吃得曬 夠新鮮,不會浪費 每次舉辦市集的活動流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整個市集的流程 主要都是由裸有機和一班街坊自己去營運 無論入貨、採購、聯絡相反 以至到擺檔、標價錢 或者一些小份量的銷售 全部是他們經營的 所以整個模式都是由下而上去參與 我們和這群長者大概合作了兩至三年 他們這個活動是有意義的 始終很多獨居長者真的用不了那麼多 他們幫到的長者也幫到我們解決到 別人的需要是好事的 活動期間有甚麼改善或變化呢? 變化其實有三方面 第一就是由貨物的種類 起初的時候 我們主要都是針對賣一些水果和蔬菜 其後我們發現 裸記的需要小份量不僅在這方面 我們加添了日用品 加添了零食和乾貨 我們亦會因應節日的氣氛 例如新年的時候 我們買一些一人份量的年糕和糖果 另外第二方面就是顧客的種類 過往我們針對一群獨居 在社區生活的老人家為主 但慢慢我們發現 原來我們樓上院舍的院友 他們都有需要 所以在零食和水果方面 都可以滿足他們 加入了他們 一起參與 至於第三個面向的時候 就是由老友記 由顧客的身份變成當檔主 加盟成為我們一個老闆 令到我們的人力可以壯大 可以得以維持市集 我平時很少跟媽媽去玩 你們兩位參加了這個活動多久? 我參加了三年多了 我也是同樣三年多、四年左右 你們兩位在市集中是做甚麼崗位? 我的高興是在山果檔做檔主 嘗試做檔主的滋味都挺開心的 而且我給他們所有義工的齊心 和他們的表現令我很窩心 而且他們有很多單章寫著所有水果的維他命 和有甚麼益處 一般的長者都不容易見到營養師 我們又可以溫固之身 教他們買甚麼水果對他們有甚麼用 還有他們有甚麼病 他們不應該選擇甚麼水果吃 所以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所以我跨區也來這裡 我的崗位是每次開檔 我們就準備先來收拾一些桌椅 到送菜回來時 我們又開手拆細 安排好之後 讓一些老人家來創物做 這個活動對於你們來說 有甚麼意義呢 意義是深遠的 會體會到 那些長者和獨居者 他們會覺得自己是買少份量 給他們一個賣賣的專員 不會說賣少許東西 那些人不會賣給他 不賣給他 他就是去買很便宜的東西 還有不賣的東西 現在我們這個市集 就可以買一些比較漂亮的水果 謝謝 你也歡迎 謝謝 早安… 好 謝謝你,明姐 謝謝 多謝一幫有心人士 每個星期都會去街市入貨 讓所有旅遊記 都可以選擇自己想吃的菜 最重要就是不怕買得太多 放在家裡會變爛 那就是可以吃得開心又健康